這次是很主動 而且那次都非常的這個 就是 他自己有一定有一個人在那邊 然後他就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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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拿去跟那個 那次的提醒比較 你擦到哪一個 是你擦的時候 他就有這一個 他就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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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有 還是有 樂想的 比較修復 就是 考個樂史的題目 他就這樣 我考樂史的 都 學 還是修自己的 就是 有各種方式 然後 然後 然後這個 我們看是 音樂 作曲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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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這個 以前有奇異的世界的一年 在我們哪裏是標改 這就是三條路 那其他人有膩膜的東西就好了 那我們現在一張設計 我們要開始了 好 那請大家請走 那我現在把電光就交給你們了 大家好,我叫王沐妮,来自生活大陆,上午可能很多人在2022有见过我,上午和在2022同会一起,我们从男生的角度谈了一下如何引导女性开源入门,但是在有同会帮助的同时,我自己也会去摸索一些证据我自己身份的,比如说我是一个大学生,我是一个女生这样的开源的机遇和经验, 现在我要讲的就是从女性的角度,结合我自己的经历,给大家一些建议或者是参考 首先,这是我第一次来台湾,所以不是特别的熟悉,我担心在一些用语的表达上会和台湾不太一样,所以我的博语片是用英文做的,这样可以避免一些奇迷 我在大陆是刚刚本科毕业主修的软体工程,现在是也是为当当时计成为葛诺武基建会的成员,然后参加过奥瑞奇和GSOC,GSOC也是这一届的,一些上午都有介绍过了 这是我主要的一些开源经历,这个时候你可以发现,在我做奥瑞奇和GSOC的时候,我选择的Gnome和Fedora都是两个做变化的社区,因为刚开始我接触开源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是一个低年级的学生, 虽然修心满志,但是编程并不是很熟练,然后所以同辉就,也是同辉来建议我选择一些桌面化的社区,来作为自己开源的一些起步 因为首先桌面,像Gnome这些,我们大部分人用Lindux的都会用,所以也比较好熟悉,并且这些社区都比较大,不管是在哪个地方,不管是台湾,大陆,或者是等等其他地方,也比较容易在本地找到组织,参加他们线下的活动 还有就是这些,桌面化的社区,他们有一个非常好入门的工作,就是本地化,也是我刚开始融入开源的时候做的工作,他们的本地化需求非常的大,也是开源入门一个非常好的方向 我最初就是从那个,开始从Gnome的本地化起步来开始接触参元,同时同辉他在北京那哥,北京那哥通常会承担一些参元书籍的翻译工作,比如说前一段那个自由软体,自由社会等等,然后我也会帮他们翻译,然后慢慢就在那个社区中间混熟了, 包括我自己原来的密码学感兴趣 我也做过一部的open patient的翻译等等 反正总之就是刚开始编程还不是很熟的时候 做过很多本地化和翻译的工作 所以在operated的时候就选择了自己当时比较普世的denome 然后因为间接也发过一些patch 然后也包括一些bub之类的 JSOC就选择的仍然是一个难度不是很大的Pedora 后来奥瑞士结束后在Gnome社区继续贡献 现在刚刚申请成了Gnome基金会的成员 目前的新成果就是来到了Costcap 然后剩下的开研经理就未完待世 今天我主要给大家介绍的是 这是我自己参加过的这两个活动 第一个是JSOC JSOC其实它是Google组织的一个面向在校大学生的 不管你是狠科生研究生或者你是刚刚拿到offer 9月份要入学的学生都可以申请参加 他这几年在大中华地区我看人数还是五年增多的 没有看今天台湾这边怎么样 今天大陆接收的学生是49个 虽然还是远远不如印度还有欧美的那些学生 最近大家都知道印度的学生特别抱团 他们都会这样一个一个的传递经验 然后一起申请 所以他们就成功力就总是在遥遥运行 我觉得我们中国大中华地区的学生 也应该是想把好的这些机会多多宣传 尤其在我们在大陆可能有点不太方便 比较我们用Google要翻墙 但是我觉得在台湾大家获取这些资讯 还是比较方便的 可以去看一下 这个大概就是我今天做的Fedora 就是把代理社区的Bredom Books 一直到Fedora 让它在Fedora上试用 这个GSOC这个大概就是 每年2月能确定参与的组织之后 组织里的贡献者 就是那些老前辈们 他们会根据自己的需求 或者组织现在的需要 提出自己的idea 然后他们会放在各个组织的wiki 或者其他的地方 这个你进入GSOC官网的手交 就可以看到 也就是说你如果想参加GSOC的话 大概过了中国的年 就该开始关注了 看看都有哪些组织入选了 然后或者 然后看一下那些winter提了哪些idea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去 学生就可以去方网 然后选择自己的组织 或者 就是如果你在时没有什么 特别感兴趣的组织 你也可以去直接冲着 自己感兴趣的领域 去选对你的idea 然后 再一步就是要申请阶段 申请阶段 其实我觉得GSOC这个申请阶段 比最后的真正编程阶段更有挑战性 而且其实学生也就是在申请阶段 就真正融入了这个社区 因为大家都在竞争嘛 尤其是我当时申请 我第一年申请没有成功 完全是配一个印度的学生给吓跑了 因为我发现 当时我们俩一起竞争一个项目 那个导师是个德国人 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个印度学生 只要那个导师 你在那个他们的项目的库里发一手 那个印度学生好像随时都没有时差一样 可以拿照回复 然后我就觉得这个学生怎么这么强 然后就第一年就这么生生被吓跑了 第二年自己也会帅胆一点 然后 就是这个时候你要提交proposal 这个是谷歌他们规定的 然后你为了入选的话 融入社区这个阶段 不是等到入选后才做的 是在这个阶段 你就要积极的联系导师 积极的联系社区 如果这个社区在你的地区 有一些线下活动的话 也可以去参与 然后办一些patch 改一些bug什么的 有一些组织 像我第一年说的 Send Open Pation 它有自己的要求 就是学生必须要在 之前 改两个以上的ISO 反正就是 它们会在自己的wiki里写得很清楚 可以去看 这个时间大概就在3月份 对3月份 4月就要正式开始申请了 先下手的话 评论的几率比较大 然后就是 这个时候Google会分配给每个社区相应的名额 顺序的Admin会根据项目以及导师和学生的情况 然后筛选出来他们自己组织的入选项目 这个时候入选的学生就可以开始编程了 其实我觉得进入到这个阶段基本就一般公顺了 然后最后就是提交你的赞码 GSOC它其实是一个远程实习性质的活动 说到实习肯定是有薪水的 它这个今年开始是根据地区定 大陆是 一个学生是3600刀 我看台湾是3000刀 哦 不知道台湾这个怎么样 反正大陆这个对一个大学实习生来说还是挺高的 而且还有机会 就是遇到各个女医的大牛 大家可以参加一下 下一个是奥特瑞奇 奥特瑞奇这个就是 其实它是跟GSOC平行的一个项目 但是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它就是装模为 因为装模为女性不得自认为为女性的人 还有一些国家的少数族影 就是面向这些人群的 所以它的知名度一直是比较小 这个每年会举行两次 一次是在12月到次年的3月 这个申请基本上9月份就开始了 嗯 是9月 对是9月份 然后 嗯 下面会贴出来它的官网的一个链接 大家也可以自己去搜 这个也是要翻墙的 嗯 嗯 奥特瑞奇 其实对于呃 女性大学生来讲 我建议你们在参加GSOC之前 先参加一次奥特瑞奇 练练手 因为奥特瑞奇有一个好处就是 它的竞争力比较小 可能也是因为质量度比较低吧 然后难度比较低 它除了有一些蛋蛋白项目之外 还有一些文档的项目 呃 比如说 就是 撰写一些文档呀 还有本地化呀什么 它对新手还有 还有那些低年级还不熟练的学生 或者是一些呃 非技术领域的女性想要跨入开源社区 融入开源社区 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这个 我刚刚查了是 刚刚查了这个今年就刚刚跟GSOC同时进行的这一轮 好像东亚这边好像没有入选者 我想可能是知道的人比较少吧 在座的女性的 这个这个不要求学生 只要是女性就可以 还有男性也必推荐给自己的女朋友 然后下一个 这就是我在 Ulturation里做的 Ulturation其实我最后做的就是 中文的本地化 以及对那个 它盖烂的一个补充 当时是完成了 当时比较早是完成了 GNOME 3.22的简体中文的翻译 然后通过我翻译这一段 我感觉GNOME的翻译这一段 其实还是需要大量的人手的 尤其是我看简体中文那边 刚开始就是 可能那段时间也是过年吧 可能那段时间也是过年吧 反正大家提交的挺少的 所以如果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从这个也是入门开研 底下是我放的 GNOME翻译的一个 Wiki的 Get Love 因为现在还 我没有找到 反体中文的翻译板 所以就放了简体中文的 另外同时宣传一下 就是今天10月份在 重庆的那个 GNOME Asia 欢迎大家过来 重庆是一个 非常火辣的城市 有非常多的好吃的 然后这个 Operature 它也是 Operature Operature 跟GNSOC类似 它也是一个 远程实习性质的 TOPLOSO类似 基本上就是完全一样 只不过这个是对女性的 然后她的这个 也是三个月的薪水 是5500刀 而且每个学生 会有500刀的旅行补助 你可以去参加开园会议等等 下面就是我当时自己 汇总的一些 我可以利用的机会 放在第一个的就是 我已经实践过的 Operature 这个是Operature 的官网 有兴趣的 可以去关注一下 因为她下一轮 应该很快 也就要开放申请了 然后第二个是 Grace Hopper 计算机女性性 女性性典 这个是好像是 目前世界上最大的 女性基础专家聚会 包括OpenStack 等等 好像就太清楚了 反正 参加的还是很广泛的 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了解一下 第三个就是 红帽的杰出开园女性奖 这个是奖励那些 已经为开园 已经做出贡献的女性 它好像包括两个方面 一个是社区类 一个是学术类 也是评审来自 很多很多社区 提交的提名 然后在每个类别中 选出五个人入选 再用这些开园社区 投票选出入选者 这个红帽杰出开园女性奖 我看很多也是 曾经 奥特区和GISOC的学生 他们通过奥特区和GISOC 两个活动 然后开始杰出开园 融入开园 最后慢慢的 两三年后 就差不多 已经可以达到这个 单位了 这个是对女性 这三个都是 只要女性就可以 不需要学生身份 下一个就是学生 放在第一个的 还是我自己 已经实现过的 Google Summer Code 然后第二个是 Google Code 这个应该很多人 这个应该很多人 听说过 因为Google 每年会用它 来做一个招聘 也是类似于 开园竞赛的一个吧 下面这两项就是 对女性学生的 Real Summer Code 这个也是一个远程实习 在它的运行方式 Foundrich 和GISOC 不太一样 它是你可以组队 组队之后再找导师 然后你们一起在线下 完成一个项目 是一个交朋友的 比较好的一个方法 然后下一个就是一个 也是Google 它好像很支持这方面 就是它给那个 嗯 在技术方面 比较有结束工程的女性 提供的奖学金 嗯 好像是加泰这边 也是每年都会平 可以去申请一下 我看去年还是前年 北京那边有一位学姐 是评上了这个奖学金 嗯 这是我汇总的 我以前参考过的 第一个test list 就是上午如果在202 听过童辉讲的那个的 应该有听过这个 这个当时其实童辉列出来 我特别的感动 特别的详细 嗯 就是从最起步的一些 最基本的东西开始 然后一步步往后 包括甚至连叶特这种 最基础的东西都列进去了 非常的详细 然后它放在了GitHub上 如果有需要的 可以拿去参考一下 如果有更好的那个 补充的话也可以给它发PR 下一个就是针对女性的 第一个是我以前曾经 在我狂扑翻译 和本地化的阶段 翻译的一篇文章 它是2015年开元年间的一篇 是2015年开元多样化的 几大亮点 嗯 就是多样化 基本上我感觉讲的 就是女性的一些机遇 包括前面提到的一些 嗯 看里面也都有详细的介绍 打开是简体中文 但是里面会有英文的链接 可以看一下 下一个就是 嗯 Google的一个网站 Women Women Packmakers 嗯 这个就是它汇总了一些 呃 开元的讲学节啊 校母呀 或者是一些 课程呀 等等之类的 我曾经自己也用过里面的一些东西 然后就是 最后就是学生的这个 嗯 第一个是 Open Source 网站上的一篇文章 它不仅仅是对大学生 还有对 即将要上大学的学生 嗯 嗯 等等一些开元的 功率 反正都是起步阶段的一些推荐 讲的非常详细 可以去看一下 下一个就是 Google Education 也是 呃 列举了 是由于各个地区各个年龄段的一些 嗯 技术方面的资料呀 机会呀 或者 等等 呃 反正我觉得对大学生女性来讲 尤其是像我这样的新手 最重要的一个方面 还是要胆子大 不要害羞 尤其是在跟那些开元社区的人交流的时候 我记得看过一个调查说 你女性发的G2的接受的概率会比男性小 呵 然后包括一些时候一看是女性 他们就觉得我们可能只能做一些设计呀 测试呀 或者这些的工作 但是没有关系 在我们是新手的时候 我们可以找一些简单的东西起步 只要你对那个领域感兴趣 我觉得女性也是可以在集团机的任何领域活跃的 然后 就这些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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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剛做的這些項目的時候 像是G-SOP,還有Out of Rich 還有這段你有沒有再遇到其他女性嗎? 有啊,因為那個Out of Rich全都是女性 對,然後Google三方 Pro的我感覺女性的比例就稍微少一點 但是通過看我們 因為中國大陸地區Google三方 Pro的學生有一個自己的微信群 我看裡面女性應該能站到5KB的樣子應該有的吧 還有其他的問題嗎? 好,那我們謝謝毛毛引帶的演講